大家好我是Joeman 那今天的这个团副研究院呢 要为各位做介绍的是 DELTA传奇第13章的一个网 就是这个龙 火龙冰龙水 火龙冰龙雷龙 三种龙要如何打出最高的伤害 那基本上呢 目前为止是只能在火龙的阶段 能够打出最高伤害 因为包括一开始的冰龙会来做沉默 然后来的雷龙会来降低攻击低 都没有办法打出最高伤害 所以只有火龙 要趁火龙的那个阶段 大概是血量 大概是中间的时候 才有机会可以打到最高伤害 那为了各位稍微示范一下 因为我们这阶段的台服版本 幻刺啊 还有觉醒的拍拍熊也出来了 所以为各位示范一下 说如何可以打到超过300万 300万或是更高的一个伤害 不过其实这个影片很难测试 没有办法 这次没有测到最完美的状态 因为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是你要打到火龙阶段 那你每天只能测两次 因为团副最后只能测两次 所以这个影片还没有到最完美阶段 只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在未来英雄培训上面的能够有一些 有一些指南 那我们这边使用的阵容是幻刺 那卡尔 那卡尔跟幻刺最近已经抽完了 那这个里面在抽卡尔 大家可以考虑抽一只 非常好用 那搭配是觉醒拍拍猴子小黑 那我们来看一下表现 哈 这边开场是火龙的状态 基本上火龙才有机会打到最高伤害 那你要打到最高伤害 要破300万的伤害 基本上呢 开场一定要冰冰冰 就是这个卡尔自己本身要打出冰冰冰 刚刚这两个冰都是猴子 卡尔这边第三个是他自己打出来的 开场有一个冰 基本上伤害才最高 这边有两个冰 然后马上开大 优先最 优先顺序最早开大的是幻刺 幻刺有大马上开不用等其他人 那其他人的话最好是两个在开大 你看猴子在等游小达大局 这四个一起开大 对那中间这边卡尔后来打得不好 这边放了一个幽灵漫步加魔防 但是其实血量已经很低了 一个陨石丢下来之后 临死前又再扣了一次甲 那这个冲击波放完之后呢 卡尔就死了 可以注意到卡尔在四十几秒的时候就死了 三星的卡尔面对火龙还是相对比较软的 有的时候运气不好 被暴击啊 被这个 被蚂蚁下去还是非常的痛 所以如果财力够的话 还是上到四星甚至五星 或者是如果你工会用租的话 可以租到四星五星 因为有两个魂家英雄 所以自己本身 你至少要自备一只魂家英雄 你才能够组出这个阵容 那要说他很土豪吗 其实还好 因为我两只英雄都三星了 那一只三星的魂家英雄大概是 四千到五千台币 是不少钱了 但是没有到非常非常多 好可以注意到 我们换次是有大就开大 然后拍拍熊大绝打也蛮痛的 橘形拍拍大概打一次大绝 一段大绝大概可以打到 五万左右的伤害 那猴子的跟游侠的大绝可以等一起 可以等一起拍哦 我们看一下这样打多少 这样打大概两百九十八万 但是可以注意到我们的这个卡尔 真的是很早就死了 而且后面几段我觉得接着不够好 那基本上呢 这样子打要超过三百万我觉得是还OK 那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伺服器的前三名 我刚刚这样打的是第三名的 那前三名第一名一样一样的阵容 是打三百三十几万非常的高 那主要是他的是五星的幻轍 而且已经觉醒了 那不过他卡尔也就有三星了 所以有的时候看卡尔如果没有被暴击可以活比较久的话 其实可以多打到一到两次的一个combo 这个还是比较 还是比较实用的 还是比较实用的 那以上是这一次对团富十三张一个火龙的介绍 因为一直有人希望我在换次之后能够来做介绍说新的换次打出来的伤害大概是什么程度 那当然我知道这个伤害不是到最高的一个程度 只是因为真的这个要测试比较难了 所以基本上先放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有更好的搭配的方法 因为我最近我的一个狙击手也要觉醒了 那狙击手觉醒之后 如果有其他团富的一些伤害的影片 也会来这边为各位做分享 我们就下次见囉 拜拜